好 有句话叫女大十八便 真没错 我们来看看即使是台北知名的名媛 也不例外 像是著名微风帮的名媛孙云云 在十年前参加活动 拍下来的一组照片 就让大家说 哇 真是认不出来 穿着蓝色最新春装 恐怕外面下雨的低温 孙云已站上舞台成为全场的焦点 每每现身都越来越漂亮 她想到最近因为度假吃太多了 当场被吐槽 手臂好像变粗了 你问为什么最近会比较吃比较多 已经有一阵子了 然后过年前吧 就吃超多的 因为出国 我一直在出国 然后去冷的地方 所以就比较饿了 这现在大概几公斤 现在45 45 快45 45.5 这还是标准 就是还是 可是我是下半身不胖 只有胖上半身而已 直接问是不是变胖了 让孙云好尴尬 承认自己手变的好处 但是更尴尬的问题不止这一个 因为您看看这张照片 哎呀 这个小眼睛塌鼻子的人 真的是孙云吗 过去的照片被掀出来 眼睛从小变大 鼻子从塌变挺 还有下巴也慢慢出来了 被网友说孙云这几年 真的是差很大 我觉得先天的条件很好 但是你后天也是需要努力的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都会老 然后也是 就是岁月真的是会有一些感谢 那就像不满你说 其实我最近也在减肥 左闪右朵没有正面婚姻 是不是变脸造成现在越来越美 只不过身为台湾美丽女人的指标 孙云的脸是不是悄悄变化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之前总统一轮回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